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些属灵的原则 那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在萨姆尔记上30章 萨姆尔记上30章1到31节 萨姆尔记上30章1到31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欢迎你一起打开来 或是你有那个电子圣经的就把它点到萨姆尔记上这边 然后我们从第6节开始来念 一直念到20节 6到20 好 大家如果翻到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念 请 大卫甚是焦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 心理坚固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 祭司亚比亚他说 请你将以佛德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以佛德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 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 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 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 所以留在那里 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 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 两个葡萄饼 他吃了就精神复原 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 没有喝水 大卫问他说 你是属谁的 你是哪里的人 他回答说 我是埃及的少年人 是亚玛利人的奴仆 因我三日前患病 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 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 和属油大地的 并加勒地的南方 又用火烧了喜格拉 大卫问他说 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 他回答说 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 不杀我 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 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 那人领大卫下去 见他们散在地上 吃喝跳舞 因为从菲利斯帝和犹大帝 所掳来的财物甚多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 击杀他们 除了四百骑落头的少年人之外 没有一个逃脱的 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 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 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 没有失落一个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柱前边说 这是大卫的略物 好 我们先念到这边 所以我们先来看大卫他遭遇到 什么样的危机 因为大卫之前我们都知道 他在作网以前一直是被扫罗追杀的 所以他好几次都几乎快被扫罗抓到 幸好神的保守 所以他都逃脱掉了 所以他这样被追杀久了 你知道他也累了 所以他就想到说 那我干脆到菲利斯人的地方 这样扫罗就不会来寻索他了 所以他就投奔了那时候在加特的菲利斯人的亚籍王那边 大卫那个扫罗就真的没有在找他了 那这个亚籍王就把一块地方叫做喜格拉 把这个地方就给大卫来居住 可是后来菲利斯人开始跟以色列人要征战 菲利斯人要攻打以色列人 那大卫既然是在亚籍王那里当任职 所以他势必得跟着他一起出战 所以他就只有带着他底下的人一起跟亚籍王 到了菲利斯人要一起上战场 可是当他们到那边以后菲利斯人首领就发现说 这个亚籍王怎么带着一群以色列人来在战场上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是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位大卫 开玩笑你让这个人在我们的军队里面 那如果真的打起仗来 他反过头来杀我们 那我们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亚籍王骂了一顿 叫他说不准大卫来到战场上 所以亚籍王就只有叫大卫回去了 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人又只有在回到他们原来那个喜格拉那个居住地 可是一回去才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亚玛利人就在趁他们离开的时候 就来侵夺整个喜格拉 亚玛利人侵夺南地 所以亚玛利人一定是这些强盗 他们一定抓住了 菲利斯人出兵攻打以色列人 所以各城的那些驻军一定都很少 可能只留下少许的一些警卫在那边而已 所以趁这个机会就开始去侵夺这个地方 结果喜格拉也一样被攻破了 而且所有的财务啊 都整个城池都被火焚烧 所以大卫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破壁 那个废墟啊 全都已经被火焚烧 然后他们的妻子儿女财务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你看大卫在这边 在面临他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危机 而且至少是两方面的 第一个是他家人生命遭遇不测的危机 家人生命遭遇不测 之前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刚才讲过 虽然有时候都快被抓到了 可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 都是安然的度过 他的妻子儿女都没有问题 他财务甚至也都没有减少 可是现在却根据地 喜格拉斯他的根据地都已经被摧毁了 然后大卫和他的人 跟随他的人的妻子儿女通通被掳去了 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他家人生命遭遇不测 当然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 你看到上帝还是有保守 在第二节说 卤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 就是说亚马利人来劫掠这个过程当中 从大到小居然没有一个人被杀 都只是被掳走了 你看到上帝还是有保守 可是大卫他回来的时候 他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对他来讲可能已经发生是 他的儿女可能都已经 妻子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 他并不知道 所以你看他遇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焦急的 第二个 更糟糕的是随之而来的是 跟随者 这些原来跟随大卫的人 对他产生了不信任 他的领导也出现了危机 在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说 众人因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就大家为什么要打死大卫 一定把这次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都归咎在大卫的头上 他们觉得说 今天我们在亚籍王这里 你叫我们出去要去打以色列人 这已经是不对了 对你看回来又发生这件事情 那一定是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所以才会被神责罚 所以大家说我们要把大卫给打死 所以你看大卫面临了非常大的危机 一个是他自己家人生命遭遇不测 大卫自己已经很苦恼 就随之而来是这些人也对他产生了不信任 认为是他所造成的 想要打死他 那大卫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重大的危机呢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 大卫不是超人 大卫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当大卫面对妻儿生死未卜 他的情绪上也是非常焦急担心的 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 只是哭得没有气力 你看大卫也是一样 他跟那些跟随他的人 一看到这样的景况 哇在那边哭啊 哭得不掉 哭到都没有力气 你看大卫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领袖并不是代表说你要铁石心肠 不能有任何感情 没有啊 你也是有情绪的 你也需要抒发 所以大卫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就在那边放声大哭 但是当然大卫接下来还是需要 去面对这个危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他必须做好一个危机处理 这是身为领导者的一个本分 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到各样的危机 有时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知道信耶稣从来就没有保证你的人生是风平浪静 这绝对不是你信耶稣就说你人生风平浪静 没有 你人生仍然会遇到大大小小 甚至有可能像一种很急迫 就像这样一个危机出现 你知道也许是我们的家庭当中突然发生一个变故了 就像前一阵子我们家庭中 我们有个弟兄 对他家里他的小儿子 他的儿子突然被检查出来 又长了几个肿瘤 你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 你知道像我们社青今年五月底在那边办火热的时候 五月底在办火热我们每年火热都是在这种美雨季节办 我们每年都要祷告不要下雨 可是你知道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惊险 我们晚会是六点对不对 我们是在野外我们都是在野外的晚会 六点五点半的时候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 哇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么像一个突然这样一个危机来临 对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上也会遇到危机 突然哇你突然到公司发现 哇公司老板把你降职了 或是你的产品突然出现一个很重大的挟持 都有可能啊突然都会有一个危机出来 那在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危机处理 特别是基督徒是否有一些属灵的原则 是我们要去掌握的 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卫在他面临危机的当下 他所做的一个处置 我们要来学习几个原则 我们看到有四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在危机的时候 更是要紧紧的抓住神 信靠神的保守 你看在面对这些突发的这些危机之下 大卫当然一方面也为他的妻儿的生死担忧 他也不知道他的妻儿是活着还是死的 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对众人的责难 把这些责任都归到大卫的头上 可是大卫并没有这样不知所措 在第六节当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接下来讲说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 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 另外一个译本说 就是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就坚强起来 就坚强起来 你看经文中提到大卫 他说耶和华是大卫他的神 倚靠他的神 这代表神跟大卫是有一个很个人性的关系的 这位耶和华上帝对大卫来说 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而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当中 常常来帮助他和拯救他的神 你知道所以对大卫来说 当他生命遭逢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他更是要紧紧的抓住这位上帝 他相信过去可以经历上帝的拯救 今天也依然可以 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确信 让大卫从这悲伤 从这个交集当中 他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 用一个坚强的态度 去面对他现在所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些危机 那这同样也是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所需要具备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不管今天环境是多么的不利 消息对你是多么的负面 我们都要继续的来相信神 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可以大过这一切 你要相信神是可以翻转局势的神 他是可以把咒诅化为祝福的神 因为坦白讲有时候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做 已经不太能做什么事情了 我们已经不太能做什么事情了 你看就像大卫 他面临了他的妻儿被鲁 生死未卜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你不可能重新选择再来一次 你现在发生就是这样 你就只能接受已经发生这样的事了 就像我刚才谈到那位家庭组的弟兄 他的小孩被检查出突然长了肿瘤 这也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有办法预防的 同样的 你看我刚才提到社青的侯瑞 晚会前半小时 雨下的最大 你知道设备是根本 我们来不及移到室内 那至少要两个小时 我们才能把设备搬进去 还要整个设定好 至少要两个小时 你只剩半小时了 我们根本来不及做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没有备案了 所以你知道 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可能也会到处去求神问普 但是这边没有办法带给他 真正的平安 使他心里建固 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就好像大卫他所信靠他的上帝一样 这个他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偶像 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那位说有就有命力就力的神 他也是与我们立约 要看顾我们 是怜悯和恩典的神 所以你知道 只要我们愿意 不管在任何环境 我们继续的选择去信靠他 我们的心就能够像大卫一样 靠着神而兼顾起来 有勇气去面对 去处理危机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学到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一个属灵原则 就是尽管环境 可能对我们非常的不利 但是我们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情绪 我们可能会忧伤 会焦急 就像大卫一样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行警的抓住神 我们要继续的信靠神 倚靠这位过去曾经拯救我们的神 你要相信他现在 依然可以使人拯救你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才可以坚强的站立起来 去面对我们所要去处理的这个危机 这是第一个 我们所要学习到的原则 那第二个 我们要学习到 借着求问神 把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问题的身上 你看接下来就看到 当大卫在倚靠神心理坚固之后 第七第八节说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 祭司亚比亚他说 请你将以佛德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以佛德 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你看大卫他所采取的第一个动作 他不是在那边为自己辩解 也不是赶快就这样冲出去了 而是请祭司亚比亚他 将以佛德拿来 这个举动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大卫在这样做的时候 代表他要怎样 他要求告神 他准备要求告上帝 可是你去想 事实上在大卫过往经历中 他也有求问神 求问神不一定要用到以佛德 大卫可以直接去求问神 他不需要靠着一个以佛德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这时候反而要去做这个事情 代表他是刻意在做出了这个举动 当大卫开始叫祭司 把以佛德拿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说 以佛德拿出来了 大卫拿去了 他要求问神了 这时候大家会开始 从那个悲伤 从那个议论当中开始停下来 要看大卫到底要求问神 结果这时候他们的目光就被转移了 不是在那边继续在那边抱怨 在那边悲伤 而是在看说大卫要求问神的这个动作 他们会被目光就被吸引过去了 所以你知道 大卫借着这个公开求问神的动作 带领大家停止争议 将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 而大卫所求告的就像第八节所讲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你看大卫在这样问的时候 是已经把大家的想法 带往拯救家人这件更重要的事情上 而不是还是继续停留在那边 哀哭 在那边抱怨的想法上 而当耶和华回答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哇你看这就已经给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一个 再明确不过的方向了 对不对 一追都必追得上 而且都救得回来 成的话一点都不含糊 你看同时也间接地宣告说 大卫就是我的仆人 耶和华与他同在 哇你看当他在这样求告神 抓住神 倚靠神去 这样继续去寻求祷告神的时候 神的话语带下来 那是真的可以带给一个 真正的鼓励和盼望的 同样当我们在面临危机 我们倚靠神 紧紧地抓住神 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信心 许多时候可能只是像一个 借债种一样 小小的信心 可是你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 不是在那边一直哀哭 在那边焦急 在那边叹息 我们必须要有个决定 说我们必须要起来祷告 我们必须要起来祷告 寻求神 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敬拜 更多的来宣告 我要把我们自己的眼光 从问题当中 我们要拉出来 定心在那位至高 独一的真神身上 你知道只要我们愿意 祷告寻求 神一定会示下祂的话语 来安慰鼓励我们 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提到 在路加福音 这个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念 请 你看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他说连地上的父亲 对不对 当儿女有一些请求的时候 父亲不会给他不好的 你要求饼还给他石头 求鱼还给他蛇 求鸡蛋给他鞋子 这些都是不好的 蛇 鞋子 石头都是不好的 那耶稣讲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连地上的父亲 当儿女有所求的时候 做父亲的都会尽量的去满足 不会把不好的给他 那更何况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 他岂不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 那圣灵是在耶稣 他离开以后赏识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 圣灵是宝贵师 他会安慰会鼓励我们 他是最好的顾问 他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 他满有权能 会带领我们跨越危机 所以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 当我们愿意去祷告的时候 神会释下祂的话语 就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鼓励和盼望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 只要我们开始做个决定说 够了 我们悲伤 我们会难过 但是我们够了 我们决定要站起来 我们开始要继续的祷告 我们更多的呼求 神的话语 就会带来一个真正的鼓励和安慰 我就来分享 我这次在色青猴瑞所经历的 反正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每年的色青都是在梅雨季 每次都要祷告 不会下雨 可是这次对我来讲 是最大的一次征战 但是也看到神极大的恩典 更大的恩典在这个当中 我们每一次都要祷告说 因为在猴瑞之前的一个礼拜 一定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我们要祷告 最好礼拜四雨就停了 然后礼拜五太阳出来 把地晒干 礼拜六猴瑞就可以顺利地举行 我们就是这样祷告 就要祷告 可是到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有下一点雨 没关系我们继续祷告 到礼拜六的时候 真的没有下雨了 我们就很高兴 就先开车到那边去了 到那边场地 然后后来游览车也都来了 下午我们开始玩大地游戏 可是玩大地游戏的时候 是在户外玩 又开始下雨了 这次的大地游戏 我刚好担任其中一个角色 我担任祭司的角色 还披着以弗德这样子 戴着袍子 我就说太好了 上帝你把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刚好就来祷告 我就一直在那边祷告 可是那个雨还是一点间歇性的 下一些小雨 可是你会感觉到说 下那个小雨也不错 因为本来天气还蛮热 礼拜六下午的时间 太阳很大 下点小雨 大家还蛮凉爽 又没有大到说 已经不能玩要躲起来 就小小的雨 你会感谢神说 神的安排 看起来还是最好的 感谢主 所以当大地游戏结束 大家开始去烤肉的时候 我就赶快去晚会的场地 赶快看大家彩排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也顺便在那边祷告 结果到快五点那时候 雨又开始下下来了 我就开始在那边祷告 祷告祷告 你知道不祷告还好 一祷告雨下得更大 你知道吗 那个雨大到 我本来是在外面这样祷告 大到我必须要躲到帐篷里面 那个雨越来越大 你说那个时候 我的信心是怎么样 坦白讲我都快没有信心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后来我还问新芳说 新芳说他想说 反正到时候 我也跟他讲要怎么做 我事实上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坦白讲 我就只能 你知道那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雨就是下得这么大 下得这么大怎么办 然后我们只能祷告 坦白讲我们就是那一点点的信心 我事实上都已经在想说 场地要移过去 设备都来不及了 怎么办呢 好吧 没关系 这次晚会 我们大家就清唱好了 就不要用任何乐器 我都已经在想这些事情了 可是没办法 还是有一点点 抓着那谨慎的一点点的信心 我们继续在那边祷告 我像现场所有的服事同工 真的都在那边祷告 我们一方面放了诗歌 我们在那边祷告 我相信在考诺区那边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 真的大家就只能祷告 你知道那时候 整个晚会上空真的就是一大片的乌云 一大片的乌云 我就只能在那边祷告 后来我开始宣告 我说主啊 你是把红海分开的神 对不对 你是把约旦河停住的 约旦河那个水停住的神 主啊 你是让耶利哥城墙倒塌的神 主啊 今天就求你真的是 在天空中 帮我们像红海一样 把那个乌云给分开 真的我们就只能这样祷告 我就一直这样祷告 一直这样祷告 可是你知道 当我继续在这个祷告当中 神的话有一段 有一句话进入到我里面 有一句话进入到里面 就是约翰福音11章 拉萨路那边讲到的 那边耶稣讲了一段话说 你如果信就必见神的荣耀 你知道当那段话进来的时候 我的信心开始起来了 我就抓住那段话 我就开始宣告 是的 主你说 你如果信就必见神的荣耀 主啊 我就信靠你 我相信今天晚上 必得见你的荣耀 我就开始这样祷告祷告 真的你知道吗 当我们大家在这样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非常努力在祷告 天空真的破了一个小孔 在中间真的开始有一个小孔 是没有乌云的 可是雨还是继续下 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 你知道到六点的时候 六点晚会要开始了 队伍都整个陆续过来的时候 天空中的乌云整个散 散到两旁去 整个晚会上空变成一片勤劳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赞美主的名字你知道吗 那心里面多么的喜乐啊 你看到上帝做了多么奇妙的事情 真的在半小时以前 乌云是大大一直在下雨 每一个参加好乐都知道 可是当六点搭到晚会场地的时候 天空中的乌云已经往两边都散开了 对我来讲我真的感觉是 仿佛上帝在天空开了一条红海 把那个乌云往两边 整个都把它移开了 哇赞美神你知道 真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哇那天晚上真的是非常感动 你知道平常我们晚会开始以前 还会先请主持人带个游戏 大家先在那边再玩一下 可是我那天真的有个感动 我就想先提早 我就说把游戏取消 我想上场去 我就上到舞台上 就请大家说我们一起来感谢神 我们大家都看到 神做了多么奇妙的事情 把天空中的乌云整个分开 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 哇就在场的 我们所有人的我们就起来 一起来把荣耀都归给神 感谢神 你知道当那个祷告这样做完以后 哇我内心真的是敌定了 我内心真的非常的平安 虽然远处的天空中 好像又有一团乌云开始要升起 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觉得大事已经敌定了 真的从晚会结束 一直到那个星光音乐会 我们后面还有个星光音乐会 整个结束都没有再下过雨 感谢赞美主 我们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真的神是奇妙的神 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做什么 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没有啊 你说我里面有没有信心 不太有信心了 我甚至真的就想到说 我们大家来清唱吧 对不对 今天晚会要怎么过不太知道 可是我们就是抓着那 谨慎的微小信心 我们就是这样祷告 就是这样祷告 神的话语 祂就进入到我里面 带来一个真正的鼓励和盼望 而且我们真的看到神 做很奇妙的事情在这当中 真的 这是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 这是真实可以经历 是每个基督徒 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只要在我们在危机中 我们愿意继续的去信靠神 我们继续的祷告寻求 我们一定可以经历 神的安慰与带领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学习到重要的属灵原则 在危机中 我们也许会悲伤 也许会难过 没有关系 我们依靠我们的神 心里坚固起来 接下来我们不要再把眼光 定睛在问题身上 我们要开始祷告寻求神 借着这个祷告 把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 定睛在神的身上 神会释下祂的话语 来安慰鼓励我们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 顺服神 爱灵色 是遇见天使的关键 你看当神已经指示了方向 神告诉大卫说 你们去追就必追的上 而且都救的回来 接下来就要顺服神的带领 开始行动 所以大卫就开始带领 他的人开始前去追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可能是权力的冲刺 我想大家都一心 想要救自己的妻子儿女 大家一定全力的奔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因为疲乏 没有办法继续追下去 有两百个人在比索西那边 没办法继续追 但这不能动摇大卫的心智 大卫仍然决定继续要驾去追 所以他就把这两百个人留下来 在那边负责看守器具 然后他带领了剩下的四百人 继续往前追赶 然后当他们在往前追赶的时候 在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 在田野间就遇见了一个埃及人 就遇见了一个埃及人 你从十二节看到 这个埃及人事实上已经 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 所以你碰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快死了 那些呼求都没什么力量 说给我一些食物我快死了 可能就是这样呼求而已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问题是大卫他们现在遇到的状况 时间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啊 你如果这时候时间要全力的追赶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你在这边还在拖的话 那个亚马利人不知道 已经把你的妻子儿女带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时候时间是非常的重要 是分秒必争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当大卫 如果你今天在大卫的情况下 你正要去救你的妻子儿女 你快马在那边飞奔 对不对 看到路旁有一个人躺在那边说 救救我 可怜我 请问这时候你会做什么决定呢 如果你是大卫 当下你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们可能想想看 可能会有三种状况 第一个是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玩笑时间这么重要 我要赶快追下去 我哪有时间 再去管一个路旁的人 我自己的妻子儿女 都已经出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个可能就是 决定完全不去理会这个埃及人 不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继续追赶下去 那第二个可能是说 这个埃及人 这个人可能有一些情报 来抓来直接审问 抓来说 快点 你是不是这么一份子 快点 到底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在哪里去了 也有可能是这种方式 那第三个 就是大卫他所采取的行动 大卫就把 当这个人被带到大卫面前的时候 大卫不是在那边审问他 而是先供应他吃喝 让他精神恢复 然后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到 这个人对大卫这次的追击行动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有 是决定性的帮助 你可以讲是决定性的帮助 你知道他就是 上帝所安排好的那个天使 那个引路人 要将他们正确的 带到仇敌那里去 否则你想想看 旷野 旷野 这么大一片旷野 你怎么知道要往哪个地上跑 对不对 你往那个地方追 你知道差一点点 一直追下去 可能就越差越大了 对不对 就越差越大 所以你看 这是上帝安排好一个天使 让他们可以 把他们可以正确的 带到仇敌那里去 使大卫他可以 顺利的救回 妻子和财 妻儿和财物 你看这样的发展 是很戏剧性的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大卫他 没有理会这个埃及人 大卫他没有理会这个埃及人 他继续往前进 可能会怎样 就像我讲的越走越偏 反而根本就追不到了 对不对 反而没有办法追到亚玛利人 或是大卫直接审讯这个埃及人 在逼问他 这个人可能害怕 所以他也不跟他讲 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大卫了 所以你看 当我们今天顺服神的带领 你看到神一定会 拆遣天使来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说 天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天使你先想象说 神会拆遣天使来帮助 不是代表天空中 突然出现一道光 金光闪闪 有个人形跑到你面前说 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不要去把他想错 想成是这样 你知道上帝所拆遣的天使 常常可能就是 他放在我们身边的人 而且看起来可能是 你平常觉得他是很软弱 很无用的人 上帝却把他拆到你的旁边来 成为你 整台帮助你的天使 你知道神使用我们 看为软弱 无价值的人 成为我们的拯救 往往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 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也是就是这样吗 他为了我们罪 上了十字架 你知道在当时看起来 觉得他是一个最羞耻 被众人所唾弃的 但是十字架上却彰显 神的无与伦比的公义和大爱 使得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 都能够得着拯救 所以我们要学习到神做事的法则 而这当中能不能遇到天使的关键 你知道往往和我们生命的品格 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生命的品格是有关系的 大卫在这里展现了 他的生命的一个特质 他爱灵色 他怜悯人 他愿意为了一个 三天没吃没喝的埃及人 停下他的脚步 你知道在我们现在这个 讲究急功近利的一个时代 我们只讲究那个结果 我们并不在乎过程 我们并不在乎过程 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 神更重视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生命品格的展现 神更重视在过程中 属神的儿女 你是不是展现一个 属神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在那边 神也会使用人所展现的 这些生命中的良善 在上帝所安排的时空环境之下 带来神旨意的成全 就好像神使用大卫 他这样一个怜悯的态度 来使得这个埃及人 可以带领大卫 正确地找到仇敌的位置 神带来神旨意的一个成全 你事实上在圣经中 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 在路德记当中 你可以看到 神使用一个磨牙女子路德 他只是对他的婆婆不离不弃 另外一个媳妇已经走了 但剩下这个媳妇路德 他不愿意离开 他一路陪着婆婆拿尔米 从那个磨牙地回到以色列 然后甚至还负弃整个家庭的生活 他去田间去拾取卖穗 来供应他跟婆婆的生活需要 你看就是他对婆婆 一个不离不弃的态度 然后上帝也使用 财主这个波阿斯 他对路德的一份怜悯 他很愿意遵守律法的一个态度 上帝就让这两个人在一起 成为大卫的真主父母 为整个混乱的世事时代 带进一个亮光 为着大卫王朝在做预备 你看在上帝的安排下 这个磨牙女子路德 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子路德 只是为了自己和婆婆的生存 生活在那边奋动挣扎的一个小人物 却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拯救 上帝的行事做事原则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危机当中 我们可能自己的事情都很紧急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自己的事情都已经那么紧急 我哪有时间再去顾到别人或怎么样 但是你反而要因着信靠神 顺服神的缘故 不要失去一个爱灵色的心 我们仍然要对神放在你我周围 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 你不要觉得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好像你在小组 今天很多人你知道 他生命当中发生问题了 他就不来小组了 他就躲起来 不 反而当你在生命当中 你知道当你生命有一些危机的时候 你更是要来到小组 你来到小组除了请大家为你代祷之外 你也要继续去关心 听别人分享他的事情 为别人代祷 这就是一种 展现一种爱灵色的态度 我们不要变成说 在危机当中 你变成只顾自己的事情了 我们反而要对神放在你我周围 有需要帮助的人 要有一颗怜悯的心 你知道在这样一个爱灵色 服侍人的过程当中 你会遇见上帝所差派的天使 他帮助你从危机跨入转机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你知道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老木匠他要退休了 他就告诉他的老板说 他只要离开他干了一辈子的建筑 房屋的建筑业 他要好好的休息 他已经年纪那么大了 他可以寒衣弄孙了 老板当然是舍不得他 舍不得这个老木匠退休 因为这个老木匠已经跟了他一辈子了 盖过无数的房屋 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员工 所以老板想一想说 好吧那这样好不好 你再帮我盖最后一间房屋 你就可以退休 就算是帮我吧 那个老木匠就说 好啦就答应他了 就准备盖完最后这一间房屋就离职 可是你知道老木匠的心思上 已经不在这个工作上了 因为他只想要退休而已 所以对他来讲他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盖最后这一间房屋 如果按照老木匠以前的水准来讲 他事实上可以说 这个最后一间房屋应该算是他最后的一个收尾的作品 等于是他变得有点草草的结束 不管是在材质的选择上 或者在施工的过程的精细度讲究度上 他都变得很随便 因为他只是想要赶快退休 所以他就心不在焉的把这个房屋盖完之后 然后就跟老板说 我盖好了 你来验收吧 那老板就来了 老板就进去房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出来以后就站在老木匠的面前 把那个大门的钥匙说 这间房屋就是要给你的 是我送给你的退休的礼物 你就好好享受你退休的生活吧 你想想看这个老木匠听到以后会有什么想法 一定非常的懊悔 对不对 一定非常的懊悔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多可惜啊 如果早知道这是老板要给我的开玩笑 从财词的选择到施工上 我一定要选用最顶级的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同样的你要知道 上帝放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有时候就像是 那个老板要老木匠盖的最后一间房屋一样 我们以为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都已经身陷危机 忙不过来了 哪有时间去关心到别人 还顾到别人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那可能正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最佳而且及时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些看似小的事情上 我们要能够忠心的去顺服主 所以这是我们从大卫身上 我们选到他 他面对危机的时候 第三个属灵的原则 他顺服神 他爱灵色 对那是一个可以遇见天使的一个关键 那第四个我们要学习到的是在危机过后 危机过后的原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归荣耀给神 与软弱的人分享得胜 与朋友分享恩典 你看当大卫在埃及人的帮助之下 就找到了 顺利的找到 劫略喜格拉的那些亚玛利人 你看那些人因着 所掳来的众多的财物 在那边 正在那边吃喝跳舞庆祝 对他们来讲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居然今天会有人还来找到他们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就很放心的 在那边大胆在那边庆祝 所以当他们没有察觉到 大卫和他所代理的人 已经追上来了 所以大卫就开始带领人 展开突击 声音上说从黎明 一直杀到第二天晚上 整整两个晚 几乎是两天的时间 除了四百个骑骆驼的人逃跑之外 其余都被大卫击杀 大卫赢得了这场战役 你看上面讲到说 凡被亚玛利人所掳去的 妻子儿女财物那些 大卫全都夺回来了 在十九节说 没有失落一个 没有失落一个 大卫的妻子儿女 跟随他的人这些财物 妻子儿女 统统都逃回来 一个都没有失落 大卫等于是完全的 回复他原来的样子 完全的一点一个 没有一个失落 而且还说 不止这样 大卫本来跟下属之间 不是发生一个信任的危机吗 那些人把困 把发生这些事情 都怪罪到大卫身上 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 可是你看二十节说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跟随他的人赶在 原有的群处前边说 这是什么 大卫的略物 代表这些人 是不是要重新的 对大卫有一份尊敬了 对不对 大卫这个太棒了 带领我们把 所有的财物 我们的妻子儿女 通通都夺回来 这都是大卫的略物 这代表他们承认说 这件事情 大卫才是最重 功劳是最大 大卫是有神同在的 代表你看 大卫的领导上的危机 也都解除了 所以你看到此 危机可以算是 完全的解除 所以当大卫带领人 凯旋回去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比说西 那边有两百个人在那里 留守的人都出来迎接大卫 大卫也跟他们问安 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辱获的财物很多 比他们原来的还要更多 因为亚马利人 不只是去那边 还有去其他地方 辱月很多的财物 所以财物很多 所以这里面 这时候有些和大卫 同去的人 就起了贪恋 圣经中 经文中讲到这些人是 22节说 恶人跟匪类 这些恶人跟匪类 他们就讲 他们就开始提出一个想法 就说 就对大卫提议说 这些留守的人 他们只要把妻子儿女 还给他们 这样就好了 其他的财物 我们就不要分给他们了 听起来 你想想 好像也蛮合理的 因为杀敌的主要工作 这两百人有没有参与 没有嘛 都是那四百人 在那边拼了命 在那边杀敌 而且这些两百人 所担心的妻子儿女 也就回来了 也都还给他们了 所以他们还能奢求什么呢 你们又没有参与杀敌 妻子儿女又都带回来给你们了 你们还能奢求什么呢 这些财物当然是我们这四百人来均分 每个人都可以再多得一些 这些匪类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我们要思想一下 大卫带领一个六百人的团队 如果是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分到财物 其他人分到一堆的财物 可是你要思想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喜格拉斯已经整个都被截略一空了 代表剩下这三分之一的人 他们还有财物吗 没有啊 他们马上是变成穷光蛋啊 然后另外一堆人是分到一堆的财物 所以如果照这样来做 在大卫的团队里面 马上就会区分成两个财物阶级 一个是穷光蛋 一个有一大堆钱 而且你知道 这不只是财富上的区分 事实上是不是还更代表着一个 战功上的差异 这三分之一的人 对不对 仿佛就被贴上一个什么 表现不佳 对不对 就是你表现不佳嘛 谁知道你没办法跟着我们一起去杀敌 对不对 你又没参与在这杀敌的工作当中 你当然没有资格领这些财物 这些人就好像被贴上一个表现不佳的标签 他们在其他这四百人面前 是抬不起头来的 是抬不起头来的 所以你知道这种做法 实际上会造成整个团队内部的不合一 特别对大卫这样一个初期发展的一个团队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大卫并没有接受这样一个试探诱惑 他回答的重点也不是从人的想法来切入 而是从神的观点来看 在二十三节大卫就说 弟兄们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不可不分给他们 因为他保佑我们 将他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 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 上证的得多少 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评分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律例典章 从那日直到今日 你看大卫并不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切入 他是从神的观点来看 他讲到说 今天我们能打败敌人 夺回这些妻儿财物 一个都没有少 你以为是你们这四百人有多厉害吗 对不对 首先你看这些人在 亚马利人来劫掠这个喜格拉的时候 我们的妻儿财物 跟妻子儿女居然一个都没被他们杀掉 这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的保守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能今天在旷野里面追赶 旷野这么大 我们哪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追赶 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这个埃及人 我们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对不对 没有他 我们怎么可能正确地找到仇敌的位置呢 那你觉得这个是我们四百人的功劳吗 当然也不是啊 是上帝安排好的天使在那边 然后当我们去攻击这些敌人的时候 你以为我们真的那么厉害吗 你可以想想看 经文上告诉我们说 光逃走了是不是就有四百人 对不对 然后大卫去打这场战 是从黎明一直杀到隔天晚上 代表人数很多啊 敌人数很多 如果敌人只有一两百人需要杀那么久吗 就是敌人可能是大卫的好几倍 至少有两倍以上 对不对 有时候今天大卫他们所遇到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数很稀少 是一个比他们还强大的一个团体 那你以为最大卫说我们四百人能够战胜 你以为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不是 是上帝把仇敌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得胜 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得胜 你不要以为是你们这四百人有多厉害 没有啊 你们如果四百人跟着我真的那么厉害的话 我们在面对扫罗的追击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逃了嘛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扫罗打败 我只要不要杀扫罗王 那不就好了 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四百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厉害啊 所以今天若不是上帝把敌军交在他们手里 他们怎么可能去赢得这么漂亮 所有的妻子儿女都追回来 财务都追回来 牲畜都追回来 一个都没有少 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可以遇得到敌军 在这这么大的旷野里面 都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你看大卫在这边 展现一个领袖谦卑的态度 尽管那些人将夺来的财务 称为是大卫的略物 但是对大卫来说 他很清楚知道 上士是从谁来的 从上帝而来的 从上帝而来 既然是由上帝 就和人的努力 是没有关系 那些跟随大卫去杀敌的四百人 你就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你不要觉得你有多厉害 你就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所以你也没有资格 独占那些财务 本来就是应该均分给所有人 而且从人的角度来看 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 他体恤在团队当中 那些软弱的人 因为他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这些人并非不愿意跟上 一开始这六百人 是不是都一起去追 可是就是因为在跑的过程当中 有人体力比较好 有人体力比较不好 有的人就困乏了 所以他知道 这些人在态度上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不努力 而是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所以你知道团队 需要有一个包容性 那看守器具的两百人 当他们听到大卫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感受到一丝温暖 会啊 他们会把感谢归于神 跟归于人 这会这样 他们会有一个感谢的心 在那个里面 对不对 那另外那四百人 事实上他们也都比 原来的财务还要再多分道了 对不对 因为辱获的财务是很多的 所以知道真正会有意见的 也不会很多 所以对整个团队 反而是有一个正面的 一个激励作用的 而且大卫的想法 也是合身心意的 因为神是看内心的神 神看重的是 我们内心的态度 而不是用一个 外在的标准来衡量 你没去 所以你就是没有尽到力 没有神 看的是我们内心的神 在马太福音 有提到一个财干的比喻 这我们都听过 耶稣讲到有一个家族 他要往国外去 就叫他的三个仆人来 一个给他五千两 一个给他两千两 一个给他一千两 就说你们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就把这些金钱拿去经商 做买卖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来跟你们验收 耶稣借着这个故事 让我们看到 神没有用那个五千两的标准 来去衡量另外两个人 他看得到是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在 我们神所给予我们的 这些金钱上 财干上我们尽力去做 是不是一个尽力的态度 那个仆人 拿五千的仆人 他赚了五千 那个拿两千的仆人 他也照样赚了两千 对上帝在主人的眼中来看 他们都是一样的 领受一样的奖赏 要一起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 只有那个拿一千的 他对那个主人 有一个很负面的看法 然后又不愿意去赚钱的仆人 才被主人称作是什么 又饿又懒的仆人 丢在外面哀哭切子 所以你看上帝是看内心的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尽力去做 所以大卫愿意和 留下看守器具的人 分享夺回财物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做法 这个观念 也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一个观念 大卫定下这个律例 也可以作为教会事工的一个原则 你看像我们办这个 Horay这个活动 在活动结束以后 不管是台上看得见的服饰 还是负责台下 有些看不见的服饰 或是你只是在小队中的一个服饰 去关心新朋友这样一个服饰 我们不需要在那边区分 谁的功劳比较大比较小 而是应该怎样 一起要欢庆 向每一个参与的同工来感谢 并且要带领大家把荣耀归给谁 归给上帝 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 你知道这是我们教会所拥有的一个 美好的文化 大家一起努力去服饰 结束以后小队去庆功 然后负责总务的去庆功 负责戏剧的去庆功 大家就各自 每个团队都去庆功 我们就大家一起努力的服饰 结束后一起去庆功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这是我们教会有的一个美好的文化 我们要继续的保持下去 同样的今天在公司或是你在学校里面 一个团队完成了一个任务 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我们也仍然应该对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们都应该表达一份感谢 而且应该一起庆祝 我们要让团队有一份凝聚力 基督徒要成为一个乐于和人 分享得胜的人 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个原则 接着我们看到大卫处理完财务分配的事之后 他们回到了喜格拉 喜格拉以后大卫马上 你看26节提到 大卫到了喜格拉 喜格拉从略物中取些 送给他朋友 犹大的长老说 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 送你们为礼物 你看大卫马上从这些 他们所夺得的这些财物当中 取了一部分送给他的朋友 一些在犹大城的长老 或是周围一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曾经道过的各城 跟大卫有往来的这些 这些犹大的城市里面 就送给这些 这些送礼物给他们 并且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 送你们为礼物 你从这里看到 大卫不仅乐于和软弱的人分享得胜 他也乐于和朋友去分享恩典 大卫虽然是住在 菲利斯人的一个土地上 可是他和周围的这些犹大人 仍然维持着一个很好的友谊 事实上你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到 当扫罗在战争中阵亡之后 大卫很快的 犹大这些城的人是不是很快就承认大卫做犹大的王 这当然一方面是出于神 可是我觉得也跟大卫他这样一个特质 他乐于跟朋友去分享这个恩典 也是帮他迅速的去获得支持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 一个要效法像大卫这样 他不只是跟软弱的人分享得胜 他也乐于去跟朋友去分享恩典 事实上不管是大卫他所定下的 不管上阵和看守的都是得到财务这样均分的一个原则 或是他把那个辱获来的这些财务 当做礼物送给周围犹大的朋友 这些行为事实上所表露出来的 事实上正是大卫他承认得胜是神的恩典 归荣耀给神的一个具体作为 就是大卫他真的是从他内心里面相信 他能够得胜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他很乐于的去跟软弱的人一起分享 跟周围的朋友一起去分享这个恩典 他不会想要独占 你知道当一个人越觉得说 今天可以成功 今天可以得胜 是因着我的努力和能力的时候 他就越觉得说功劳应该归给自己 你觉得他这个人事实上越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分享 胜利的果实 因为他觉得只有他自己才配得享用 不是吗 所以大卫你知道他这样做 真的是他打从心底就承认说 我今天可以得胜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他大卫他这样所表现出来的 反而是一个信心的行为 他承认这是神的主权 他把荣耀归给神 这反而是一个他所表现出来一个具体的一个信心的行为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这样 我们要用具体的行为去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归荣耀给神 与软弱的人分享得胜 与朋友分享恩典的人 你也不要觉得说一定要像大卫这样 好像到处去拿去请把送礼物给人家 不一定是这样 与朋友分享恩典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今天神在你家中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解决你家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 假设生病得医治这些 我们可以做的事 我们可以去向人去分享我们的见证 去激励一些在跟我们同样困难状况当中的人 去跟他分享 神的恩典是如何在我身上工作 你一样来信靠耶稣 上帝一样可以救你 这也是在跟人去分享这个恩典 对不对 那如果就算是你有些金钱上神帮助你度过一个很困难的危机 让你在工作上能够大大的得胜 神真的赏识给你很多金钱的祝福 你也可以在教会的奉献当中去努力的奉献 这也就是分享恩典 当然你知道教会有学生的事工的需要 或是有man's talk的参会需要 你就大大在每次的奉献当中勇敢的去奉献 这也是一个承认这些你的得胜 你的这些恩典 你的这些果实通通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我们一样可以这样做 这样就是一种在跟朋友分享恩典的行为 这也就代表你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 你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去做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危机过后的态度 有时候往往是更重要的 有时候往往是更重要的 大卫你看他经过了喜格拉的事件之后 扫罗战死 大卫就很迅速的成为犹大王 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王 所以你可以看到喜格拉事件 可以说是大卫做王前的最后一次的考验 他作为王之前最后一个考验 就是喜格拉这个事件 如果他今天在危机过后 他表现出一副很骄傲 把荣耀归给自己 这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相信对他做王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大卫他懂得他知道 他有这样一份归荣耀给神 所以他在危机过后 他反而更加的把荣耀归给神 做了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看 借着大卫在喜格拉所遭遇的危机 大卫的态度 以及所采取的行动 让我们学习到 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神的儿女要抓住的几个属灵原则 这些原则会帮助我们去经历神恩典 度过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危机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有四个 第一个 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紧紧地抓住神 去信靠神的保守 信靠神的保守 我们会难过 我们会伤心 但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 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 心里可以坚固起来 神是大卫的神 也是我们的神 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拯救我们 祂如今依然会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要靠着这样一个 倚靠神的态度 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坚固起来 第二个 我们要借着求问神 把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问题的身上 当我们悲伤 当我们难过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停了 我们要起来祷告 我们开始要更多的祷告 对不对 事情还没有真的就已经定局了 我们要祷告 就像大卫一样 他就祷告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追 我们追不追的回来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即使那个信心是很小 我们仍然要靠着那一点点的信心 继续的去祷告 更多的祷告 你看神会释下他的话语 带给我们真正的一个鼓励 跟盼望 就像大卫他所赐给大卫的 就像我们在侯瑞当中 我们所建立到一样 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真的带下盼望 做了奇妙的事情 第三个 顺服神爱灵色是遇见天使的关键 遇见天使的关键 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 在危机当中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要只变 在危机当中变得你更加的 以自我为中心 只顾你自己的事情 你有时候还是要去关心到 神在 放在你周围那些需要的人 对不对 不要一有问题 一遇到危机 你就不来小组了 没有你更告诉自己 我更是要来小组 对不对 我仍然要去关心那些新朋友 对不对 在这个当中 我们去顺服神 我们去爱灵色 搞不好你就会遇到 神所为你所安排的天使 往往就是你想不到的 可能是你觉得很软弱 没有无用的 但是神却使用他来帮助你 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 要学习到的一个原则 第四个更重要的是 危机过后 要归荣耀给神 与软弱的人分享得胜 与朋友分享恩典 我们要用具体的行为 来承认这一切得胜 都是出于神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就像大卫一样 他知道 如果今天不是上帝 他怎么可能 可以遇到那个埃及人 好像上帝就为他预备好了 让他可以把他正确的 带到仇敌那边去 我们如果不是上帝 他怎么能够打过那些 比他多好几倍的军队 怎么可能呢 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他很乐意的 去跟团队里面软弱的人 一起分享整个胜利的果实 他也很乐意去跟 他周围那些 犹大臣的长老朋友们 一起分享神的恩典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大卫所做的 是从心里面 真正表现出来的 一个信心的行为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有的一个行为 当我们在危机过后 我们要归荣耀给神 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学习到的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祝赐给我 情节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跟深爱你 静静和你 我们一起 spinning 跟随你的脚步 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呼叨 每一天带领我 更多亲近你 我也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礼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礼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 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 信耶稣并不代表 你人生一定风平浪静 我们也可能像大卫一样 会遭遇到一些 我们没有意料到的危机 人生中可能会遭遇到 各样大大小小的危机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这些危机当中 我们要像大卫一样 去把握这些属灵的原则 神允许这些危机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是会让我们 更加的靠近它 让我们的信心 有更多的突破 我们的生命 有更多的突破 好不好 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在危机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大卫一样 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心里可以坚固起来 我们会悲伤 我们会难过 就像大卫一样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开始起来祷告 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 寻求神的心意 上帝会在我们 祷告的过程当中 祂会示下神的话语 带给我们安慰跟盼望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 是不是经历了一些危机 好不好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祷告 要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心理可以坚固起来 我们一起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主啊 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 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 大大小小的危机 主啊 但是祢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 祂是为那位拯救我们的神 祂过去如何的拯救我们 祂今天也与我们同在 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主啊 祢帮助我们这些 属生的儿女 也许我们当下 正在经历一些危机当中 主啊 当我们就来到那个面前 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心理坚固起来 主啊 祢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加来到祢的面前 来仰望祢 让我们更加来到祢的面前 来仰望祢 来依靠祢 谢谢主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第二个为我们自己祷告 就像大卫干另外两个特质 在过程当中他顺服神 他爱灵舍 那是他遇到一个天使的关键 上帝会拆拜天使来帮助我们 但是天使往往是我们看为 最没有想到的人 但求神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 你在危机当中 你要顺服神 更重要的是 你仍然要有一个讨神喜悦的态度 爱灵舍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态度 你不是因为遇到危机 你就变成一个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只是在那边只是想到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神放在我们身边当中 也许是你在小组当中 在困难当中 你仍然要来到小组当中聚会 你要更加的紧紧抓住神 你仍然要去关心 在你周围 在小组当中那些人 需要关心的 你仍然要为他们祷告 不要变成你只是在为你自己 只是为你焦点都定睛在自己的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 在困难当中 我们依然展现一个讨神喜悦的态度 顺服神 爱灵舍 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你危机过后 更要知道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今天神带领你得胜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求神的儿女 当我们在这些危机的过程当中 我们展现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品格的态度 我们来效法耶稣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通生的开口 主啊 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危机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展现一个逃离喜悦的态度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爱灵舍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主啊 你会带领我们 突破这一切的困难 我们不是在困难当中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自私 我们乃是更加来效法你 来仰望你 主啊 我们把这一期过后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主啊 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 我们谢谢你 我愿这一生更像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能呵护你寻衣 一生更随你 恩典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你 借着大卫他在喜格拉所遇到的危机 他所展现的一个态度 主啊 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 主啊 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信主仍然可能会遇到各样的危机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救赎主 主啊 你过去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拯救我们 今天你一样会与我们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心里可以坚固起来 让我们来寻求你 让我们神的百姓 在这些危机当中 我们更加的靠近你 我们信心更多的突破 请令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更多奇妙的恩典 把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